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马卫最近被好莱坞电影学院聘为教授 电影学院为他举办颁奖仪式 请看报道 马卫先生是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在大学从事影视拍摄制作课程教学 积累了丰富经验 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好莱坞电影事业的发展 这次被好莱坞电影学院聘为教授 他将把自己的影视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热爱影视的年轻一代 那么作为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在全球具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影响力 中国的电影要想提升的话 确实应该多向好莱坞的电影借鉴它的从各种方式 无论是它的拍摄还是制作 还有从它的选择体材到如何把这个故事讲好 罗伯特院长就在我的旁边 我也希望我能够更好的在中美文化的电影文化的交流上 做出我自己的微薄的贡献 好莱坞电影学院音乐系教授Rober代表学院帮发了聘书 好莱坞电影学院院长兵人副院长彭囊林也到场表达祝贺 帮发仪式上马卫教授还向青少年朋友介绍了影视制作的方法和程序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并讨论了影视制作的有关理念和问题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基采访报道